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是Zoe 我们今天的话带着大家一起看到的是第48小节的内容 那我喜欢这小节的内容的话,我们第一册的整本书就全部结束了 Zoe真的很勤奋,把一本书给大家录完了 然后的话大家也非常非常的棒,坚持到了这里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 这一小节的内容是关于生活和学习 其实主要讨论的是两个语言点,副词和冠词的使用 那我们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已经提到过 如果说我们想去做某件事情,可以用I would或者是I want 去表达,对吧,然后你想去做某一件事情 那只是说程度上面有差异,I want的话是意愿非常非常强烈 那么在学习的场景里面,如果我们想去学习某一种具体的学课 或者是一个课目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使用我们上一课所 学习到两个句型去进行表述 那么既然是一个学习的场景,我们就免不了要提及到学课 OK,我们先通过48.1来看一下一些非常常见的学科 怎么样用英文去进行表述 OK,那么紧接着来给大家播放一下音频 Art and Design 好,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个叫做Art and Design,对吧 就是艺术设计 OK,那么紧接着第二个 Biology 好,我们第二个的话看到的是第二行的这个叫做Biology 那我们看到这个前缀Bio,它代表是什么意思?生命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生命所相关的就是什么?生物学 OK,那么第三个 Business Business 这个的话大家应该非常非常常见 好,我给大家写在了这边 这个词代表的是什么?商科 然后大家一出过留学的时候,有一句玩笑话叫做十个学生八个商 OK,讲的就是商科 OK,那紧接着下面一个 Chemistry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化学 Drama Drama 那是什么?戏剧 English 这个不用多说了,就是英语,对吧 Geography 好,这个词什么意思?地理 Geography History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它非常常见,历史 Math 好,我们看到的是数学有两种写法 那大家注意到这两种写法都是对的 多了一个S的是英式的写法 少了一个S的是美式的写法 都是正确的 Math Music Physical Education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Physical Education 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简化说的PE 体育 Physics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Physics 这个是物理 Science Science 科学 好了,那么紧接的话我们看到的是48.2 在上一小节里面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使用I'd like to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叫做I love music 我非常的话热爱音乐 对吧,love的 这个情感色彩要比like强太多了 我热爱音乐 I'd like to start it next time OK,我在下个ten 什么意思? 学期的时候想去学音乐 那么这个时候I'd like to 就仅仅表示想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有一个蓝色高亮的字体 加在了would和like中间 那么这个really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一个 它是一个副词 boy结尾的一个副词 那副词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之前说过 副词的话是用来修饰后面这个动词like的 那是表述成为我非常喜欢 所以大家会看到副词really 它表示非常想做某事 用来表示想做这件事情的愿望非常的强烈 那么紧接着的话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我先来给大家播放一下音频 I love music I'd really like to study it next term I like biology I'd quite like to study it next year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跟第一句话不同的是like 前面多了一个词叫做quite 这个quite跟really所代表的都是想去做某事 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quite的程度 要比really的程度要稍微轻一点 也就是它做某件事情的愿望 仍然是有但是并没有那么强烈 并不像really一样对吧 我真的非常想去 那么我们听过有一首歌 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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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you ok大家注意到这个really是干嘛的 副词用来修学like来表述 想做某件事情的愿望非常强烈 好那么紧接着的话来看到48.3 关于这两个词更多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更读一下 Bella is good at science and she'd really like to study it at college Richard loves jazz so he'd really like to go to that music festival this band is ok I'd quite like to listen to their new CD ok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短语的一个表述 叫做be good at 那这个短语的表述叫做非常擅长 那就是说Bella她非常擅长 这个科学这门学科对吧 ok然后的话她非常想去学它 ok那么请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48.4 关于学习相关的一些词汇 还是先来读一下 这个词就是学习 好我们接着的话看到的是最后一个 degree我们说过就是一个什么 学位啊你拿到了这个学位 获得了这个学位 好我们会看到pass什么意思 通过考试 那如果我们说要是没有通过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那遇到这个词 那使用到这个词叫做file fail 那如果是没有通过考试呢 我们用到这个词叫做file ok那么紧接着的话继续往下 practice practice对吧 我们会看到practice是什么意思 就是训练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训练的话会让你成功 对吧practice makes perfect ok那么紧接着继续 take an exam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考试 考试 好了那么紧接48.5 按照中学的顺序排列单词 并且写出句子 就是我们从头做到尾的一个练习了啊 那么已经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小节了 请大家自己来完成一下这个任务 主要考试大家是什么呢 不同的一个词性分别应该放在句子的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的话先把这个句子的主干的一个结构写出来 然后再来往里边去添加一个修饰 ok吗 好48.6的话 那是通过这个12个句子的一个造句 让大家去熟悉 I'd really like 和I'd quite like 我们也不再多说 简介上的话我们看到的是48.7主要的原点 这里边的主要的原点是关于灵贯词的使用 灵贯词的使用条件实际上比较多 而我们在48.7这一小节所看到的是灵贯词其中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就是我们在探讨某些地方或者机构的用途的时候 是不使用灵贯词的 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就明白了 下来给大家播放一下48.7的两个音频 Liz is 7 She goes to school now Larry works at the school in Park Street ok 大家有没有通过这两个句子看到 首先句子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那就是在这个school 和的前面对吧 一个有定贯词的一个没有 第一个句子是没有的 第二个句子是有的 那么在使用上来讲的话 加上定贯词跟没有定贯词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一个点 如果人们去这些地方 是去做在这些地方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也就是最直接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什么 使用场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名词前面就可以不加贯词 因为这个时候名词只是表示一种出现概念 但是说话人并非特指具体的地点 而如果我们去这些地方 不是要做最直接符合这个场景属性的事情的时候 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这就需要使用贯词 听起来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那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 说这个小孩他七岁了 他现在的话要去干嘛 要去go to school 那大家想想你是几岁的时候去上学 你可能是要七岁更早对吧 有些小朋友他的岁数要小一点的话 他会留几 然后要等到那个入学的年龄 所以大家会看到你一提到学校的时候 学校是干嘛的最直接上学的 所以来讲的话我们说go to school 它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地方最直接的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在学家贯词 而go to school直接所表示的一个事情 就是去上学 而我们看到第二个句子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他在park street上的这个学校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事情 这个时候school前面加了定贯词 而是什么 而是表示并不是在这个地方去上学学习 而是要在这个地方从事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名词前面地点之前去加上定贯词 用来去讨论他工作的具体的地点 那其实我们就知道定贯词来讲的话 这个the是that和those的一个弱话 对吧实际上来讲的话 它有指示的作用 说的是在park street上的那个学校工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48.8更多的例子 来更多的了解一下 灵贯词的使用方式的其中一种 OK那么首先的话看到的是第一个句子 I am at university in Chicago 好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University前面并没有加上灵贯词the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表述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说的是我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干嘛 大家想想大学的作用是什么 然而不就是学习吗 所以的话我在这个地点坐着 最直接的在这个地点应该做的事情 我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在前面去加上贯词 而直接一个at university所表述的 就是在这个学校上大学读书对吧 好紧接着继续往下多看一个 Pierre is in hospital 好我们会看到的话in hospital 这个医院的前面也并没有加上定贯词the 那代表的是什么 医院嘛对吧 那就是生病才会去医院 所以来讲的话就是他生病住院了 那如果我说is in the hospital呢 那如果我们在hospital的前面加上一个定贯词the 那这个时候代表的还是住院 那并不一定啊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有可能是需要在医院里去照顾病人或者是从事工作 但是的话未必一定是住院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点 好那我们紧接的话看到右边对应的啊 是左边部分加上了观词的表述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芝加哥大学叫做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对吧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贯词呢 因为它代表的是特质啊 就是芝加哥大学 那么第二个看到的是什么 the hospital is for a while 我们具体表述是什么 不是在这个医院里边住院 而我们所指代的就是那个地方啊 所以的话要去加上一个the 是代表什么 那个医院非常的远 我们说the的话有什么限定的作用 对吧有这个指代的作用 好那么大家的话可以来 根据我们刚才的小姐训练一下 将题目中每一个错误选项画掉 好那么紧接着的话 我们来一起完成一下48.10部分的一个内容 听一下录音 然后将图片与对应的姓名连线 所以来看一下啊 他这个家人在五张图片中分别在哪儿 以及他们在做些什么 首先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对于图片上的这个事情 提前有一个预期 好那么紧接着的话我来给大家播放一下音频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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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Give him a hug from me Is Tom home from college? No He has a lot to study this week He's still at college Oh yes I remember How about Sophie, Charlie and Sarah? Sophie is at school She got an A on her English exam That's great Tell her that I'm very happy Charlie is in his bedroom With his video games He didn't go to school Because he's sick Oh, poor boy How about Sarah? She's at the town hall There's a party there today Oh, that's nice Well, give them all a hug OK,我们听完了 然后大家要好能不能去进行一个连线 其实的话我们学会捕捉一些关键的信息 就能够非常快地去进行一个对应 OK,我们再来听一点 Hello Hi Maureen It's Alan I'm in Tokyo now How are you? I'm good, Alan 这两人真的是非常的渴头 继续往下 How are the kids? Are they okay? Frank hurt his leg at football today It's not too bad But he's in the hospital Just in case 我们听见了这个hospital 对吧 那就医院 所以的话Frank对应的就是第二张图片 Oh, no Give him a hug from me Is Tom home from college? No He has a lot to study this week College 我们听见的是什么 学校 像这个学校来讲的话 是一个大学 或者是一个学院 所以我们听见的是什么 Tom OK,那么紧接着继续往下 He's still at college Oh, yes I remember How about Sophie, Charlie and Sarah Sophie is at school She got an A on her English exam School OK,我们听见了 所以的话第三幅图应该给的是Sophie 好,那么紧接着继续往下 That's great Tell her that I'm very happy Charlie is in his bedroom With his video games He didn't go to school 但是,对吧 在自己的房间 所以的话 只有一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边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话 第四幅图应的是什么 Charlie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他 Is he sick? Oh, poor boy 他没有去上去 因为他什么 Sick 他生病了 How about Sarah? She's at the town hall There's a party there today Oh, that's nice Well, give them all 好, poverty 对吧 那是在什么 拍队上面 所以的话就连接的是最后一个 这个非常简单 好了 那么四十八小节的话 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知识清单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知识清单的内容 如果觉得自己掌握了 就可以打一个对号 那么紧接着的话 是一个reveal 就是一个44到48单元的 一个知识点的一个回顾 大家可以根据表文的内容 来看一下是否对于表文上列出的原点掌握了 好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整本书的一个学习 那么ZOE的话 也会在第二侧的内容里面 去带着大家学习更多的知识点 这依然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套的ZOE 我们下本书见